你怎麼看這個台海目前的局勢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這麼緊張 而且你看在兩會進行的這個期間 習近平特別去參加了解放軍的會議 不過他講解放軍要備戰 已經不是講第一次講好幾次了 但有一個觀察點 就是習近平現在的危機到了什麼程度 以前兩會我們都講到說 在這個十幾二十年來 兩會在舉行之前 他們的中國股市 國家機器一定介入 讓你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今年不一樣 今年介入了 還沒有辦法阻止他的跌勢 而且還一路暴跌 好這凸顯了這個習近平什麼樣的危機 背後這個是代表什麼意義嗎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那個地緣政治 一個是經濟 我先來回應一下 剛才有一個美國偵察機明馬 飛南海那個圖 你看那個飛行路線 它經過南海 主要是看兩個地方 一個是福建廣東交界下面那個東沙島 我們的東沙島的那個地帶 那個地帶東北方向那個地帶 第一個第二個是海南島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美軍這個要潛伏在臺灣海峽來保護臺灣的話 它那個潛艦的潛伏地點就是東沙島往高雄屏東這個方向東北方向 也就是我們的輝航情報區的西南角 那個地方所以共軍要來偵察美國的潛艦是不是在那邊埋伏 所以他做很多偵察就是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海空領域 那個地方是重點 他可以監控南海也可以監控臺灣海峽 那共軍從哪裡來呢 答案是海南島 海南島那邊的山亞的東邊有個亞龍灣 東邊有個龍波軍港 那個就是潛艦基地 是中共的那個潛艦基地裡面唯一管用的 因為青島那邊不管用 因為那邊是潛海 南海這邊是深海 所以他的潛艦一進入南海以後 就不容易被偵測 然後他就可以對美國發動核攻擊 產生核威懾 然後如果美國 如果中共把海南島那個核潛艦建設完成 對透過長程洲際彈道飛彈裝載核彈頭 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那這個時候就是中共來真正對臺灣動手的時候 他說你美軍敢介入臺灣 我對你核攻擊 所以是他現在在建設那個海南島 成為核戰略核潛艦基地 然後美國要我們臺灣買 那個就是建造那個國艦國造那個潛艦 其實真正的重點 為什麼要搞到八艘 不是防守臺灣 而是防守南海 對針對這個海南島 所以你看美軍的那個偵察機的飛行 就是貼近東沙島跟海南島 太清楚了 所以共軍很知道美軍在幹什麼 這是第一個補充 第二個旁邊那個四方對話是這樣 美國在打造亞洲的一個安全機制 就是要打造亞洲北約 北約是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呢 就是任何一個國家受攻擊 形同對整個國家來講 是受到攻擊 所以呢美國一旦受到攻擊 攻擊 歐洲要反映四同盟軍 所以才會有法國的軍艦要來南海 德國的軍艦也要來南海 荷蘭的也要來穿過台灣海峽 因為美軍歐洲是一體的 所以你如果中共跟美軍有衝突的話 不只是美國跟日本跟韓國有共同防禦條約 他跟歐洲也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歐洲也要介入南海跟介入亞洲 原因在這裡 然後整個亞太的這個北約裡面 有一個國家是關鍵 他這個東西是為一個國家來打造的 幾乎這麼說 就是台灣 台灣 四方安全對話是用 就是你打台灣等同一打美國 等同一打歐洲 所以呢 這個四方安全對話是在亞洲打造新北約 亞洲北約 就是一個共同防禦條約 你如果打美國 或者你打台灣等於打美國打日本 對不對 那麼歐洲也要介入 因為歐洲跟美國是同盟的 所以你會看到什麼法國軍隊 河南海軍什麼什麼來這邊繞 那當然這個關鍵是因為 從阿拉伯海印度洋 經過馬六甲海峽 這個是海上運輸線 就像剛才幾位來賓有提過 那這個地方是有他的這個經濟涵義沒有錯 可是他也有地緣政治的涵義 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中共在海南島那邊 打造對美國的核攻擊能力 有了這個能力以後 他就會來處理台灣 好現在講到台灣 那個習近平要打台灣說 兩年內拿下台灣是這樣 這個謊話這是謊話對不對 謊話表示一個強硬的姿態 我說有兩個可能性 我們分析一下 第一個如果這是習近平這邊謊的話 哪就是這樣 這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我有在幹活 我要連任嘛 因為他要兩任以後 要第三任第四任嘛 他要連任 所以呢他表示我有在幹活 值得你們給我連任 那這樣的情況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是嘴巴講就好 不要真的去冒險 不要真的去打台灣 承受打台灣的這個風險 因為什麼呢 因為習近平他有個問題 他在黨內是總書記最高了 沒有人比他更高 然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軍權在他手裡 然後國家主席 所以呢他打贏台灣 他的慣位不會更高 打輸台灣的話 他要被清算 真的 那他幹嘛 他打輸過你的錯 對他打台灣出了問題 肯定會出問題 出了問題他要被清算 打贏了他本來就已經最高了 沒有人比他權力更高了 所以習近平完全沒有意願去打台灣 罵這個風險 但是他要連任 所以他是要透過台灣來掌握軍權 然後重點是取得連任 這個局面就好 不必真的去冒險去動手打台灣 因為打台灣的話 你怎麼知道槍口不是向後轉 對耶 有道理喔 中國大陸有很多人對習近平不滿 你真的槍花下去 子彈花下去的結果 你怎麼知道保證槍口不會向後轉 所以習近平是想要在台灣問題上 表現強硬的姿態 抓好軍權 完成黨內的權力交接 這是第一個 如果是習近平這邊的話 第二個 會不會是緩習那邊放出來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在對習近平出題目 討你 你要連任 行 拿下台灣吧 那就是挖坑給習近平跳 那這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這個問題顯示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現在很激烈 拿台灣問題做文章這樣子 好 那麼我們要了解習近平的基本戰略是這樣 他必須展現強硬 包括對外強硬 可是他又不希望真的冒著開戰的風險 所以台灣不能碰 香港一定可以 因為香港沒有武力跟他對抗 中共在香港怎麼死壞 都不會爆發戰爭 如果真要小打一下的話 答案是印度 可是他在印度的話 他現在又灰頭土臉 因為那個高原地區的話 解放軍實在打不贏 印度的那些藏人特種部隊 所以現在可能又回來 搞來搞去 可能還是只有香港人搞 也就是說香港人替台灣人擋子彈 可憐 所以說我們現在看到 台灣問題背後是政治 是習近平要連任 做政治的鋪排 聽說現在連他們的國務院副總理 可能都會被架空 被習近平架空 怎麼回事 先從股票開始講起 其實你知道他裡面確實很詭訣 股票東西是怎麼樣呢 就是說事實上 理論上兩會應該要慶祝航期 那至少要互盤 你不能在股市太難看 結果在兩會期間 這段時間 3月4到5號開到9號 一口氣跌了6% 這不合理 因為你國家隊是有進去互盤的 是啊 互盤還跌百分之六 國家資金都丟進去 來握不住 臉丟大了 你沒有慶祝行情就算了 還搞個唱衰行情出來 你說從這裡就知道說 事實上大概可以兩個分析 第一個 因為這次的兩會是談十四五規劃 那十四五規劃當然就談中國未來五年的經濟願景 看起來市場 如果市場是自主的 看起來市場對於中國未來十四五五年的經濟願景 是完全不買單 而且是可能覺得整個是負面跟唱衰的 所以你怎麼互盤都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 那可能就是真的是打臉習近平 我們都知道在2015年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場所謂這類似所謂金融政變的狀況 透過這種股市的這種高低的這種跳動方式來坑殺股民來打臉習近平 那你說在這樣的狀況會不會再重演 特別又在兩會期間 特別今年兩會後面又接著建黨一百年 後面又接著明年的二十大 所以看起來這些東西 事實上真的感覺上是危機重重 那危機重重到什麼程度 到你被這樣子的血洗之後 中國又進場了 他進場不是去這個這個護盤 他是去維穩 維穩什麼 微博上面把你現在K股市 對不起找不到這個字 蛤 微博裡面K股市兩個字 這是今天下午的畫面 對這股市這兩個字你找不到 太好笑了 中國人現在以後比手挖腳了 寧願不要就不做這個這個護盤的動作 寧願直接用維穩的方式 讓這件事情直接消失 因為他止不住跌了 對 你們就不准給我談股市兩個字 股市不要談 那就知道其實這件事情對習近平是有一些 權力上的打擊 對 可是你說這個習近平擔心的事情嗎 我覺得他心思完全沒有在這裡 他心思更多可能是當軍政治上的挑戰 那習這段時間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哦 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人大人大提了一個提案是未來 就是人大組織法的修正草案 說未來在人大沒有開的期間 因為人大每年開一次啊 就在這個時候每年的三月初開一次 一次開一到兩個禮拜 那在這段時間修位的時間 如果要國務院其他的 這些所謂的官員的任免 包括了副總理 包括了國務委員 包括了這些部長 不用經到經過人大通過了 可以由人大常委會直接來通過 人大常委會不過就兩百多個人 而且都是習 基本上都是習可以控制的人 那這種就會認為說 習是不是要透過這種方式來架空李克強 我覺得兩個部分 第一個短期 當然是對李克強的一個叫板 就是你乖乖的那不要不要再給我添亂了 不要沒事我講脫貧 你跟我講說還有還有 還有六億人在一千塊人民幣以下 叫你乖乖的這平安度過 明年二十大安全下莊 所以開始收緊人事權 這是第一種可能的狀況 第二種這個一過不是為了這兩年 你還有中長期 李克強可能離開了新的國務院總理 未來2022是誰不知道 但是新的皇帝是誰 我們都很清楚 還是原來的習近平嘛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習近平希望透過這樣的設計 先把人事權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習近平其實在這段時間 已經透過三件事情在做這個事情了 這是第三個 再往前在兩會開會之前 228習近平也很不可思議的 做了過去中共所謂一個叫做書面數值 他要求從國務院總理副總理 人大政協 一大堆中共高官 一共52個人 每個人要向他書面數值 那再往前1月的時候公佈了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條例 裡面有一個條文也是非常詭異 就是說黨總書記就是習近平 以後可以有這個自主的提案權跟這種所謂議案權 也就是說這個黨或這個國家 未來的政策決定或政策的提出都是我習近平說了算 連續兩個月之間做了這些事情 你可以看他不斷的在緊收 人事權攏在自己身上 問題是 即便是這樣子 我覺得李克強一定很不甘心啊 因為當講到李克強 講到習近平的時候 這兩個人一比 我覺得現在外界一看 都知道誰是圖包子 誰看起來比較有真材實料 我舉一個例子就好了 李克強在一些國外的會議上面 他是可以直接用英文跟外國的領袖對話的 習近平是拿著稿念 好幾次了 有一次是在跟應該是G7吧 拿著稿念他要念那個叫做 重傷負農 他知道農業的農是簡體字啊 看起來很像我們衣服的衣 結果他就唸成重傷負衣 天啊連這個都會唸錯 然後所有人就這種 又看看他到底是你這是在講什麼 然後他還有一次是把精湛 那個很精湛的精湛是三連水 加一個聖字的聖 他唸成了金聖 金聖 那個水這邊不見了 所以一個可以用英文跟外國元首溝通 一個拿著稿念還可以唸錯 水瓶差聲多 對那當然就想說不對啊 兩個都是博士啊 怎麼差這麼多